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往的節目沒有極限 重要事項我知道很多新台派都會在問 每一天國民黨立法委員上任了一個多月 每一天他們都在秀下線 有我們昨天討論的 徐曉昕在比這個首次的 對不對 然後還有陳玉珍一把抱住無視 要往槍摔的 然後還有質詢講一些有的沒的問題 還有一些連數學都答不出來的狀況 還有提了一大堆違憲的案子 可是很多新台派都在問 到底國民黨這招有沒有用 民進黨是不是太被動了 會不會戰場都被國民黨拉著走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好好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做出一個最新的民調 這個最新的民調顯示 經過一個多月的胡鬧 還有國民黨民調調3.3 然後呢民眾黨民調調3.3 而民進黨的民調呢增加0.9 你說增加0.9在誤差範圍之內沒問題 這個民調裡面有另外一個數據在講什麼呢 陳建仁我們行政院長的施政滿意度對不對 如果國民黨質詢有用 施政滿意度應該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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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結果呢施政滿意度增加8%啦 不滿意度少4.6%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題就要跟大家聊什麼啊 聊說到底國民黨這個不斷的秀下線 最後是誰讓誰的民調往下線走呢 這是今天的第一題喔 另外有一題是什麼 我們昨天在這邊獨家公開了 俄福聯盟的財務報表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喔 俄福聯盟的董事長林志佳特別說 不好意思啦那是舊資料 我們現在支出已經大於收入了 林志佳你要確定咧 你敢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就敢公布更多的資料 111年度的俄福聯盟的收支運用表 上面有蓋觀印的對不對 我直接講結論 收入跟支出收入還是大於支出 一年大概節餘多少錢呢 節餘1億多元啦 所以俄福聯盟這麼有錢的一個機構 可是卻如此泯滅天良 我們台灣社會可以接受 讓這樣的機構 繼續當我們的兒童代言人吧 節目也會討論喔 另外呢這個立法院羅生們 就是上週五發生的 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導致讓八位委員都錯過了質詢的機會呢 今天呢立法院的調查報告出來了喔 調查報告結論 終於水落石出啊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誰 羅明才遲到 所以那些講民進黨是磁科模的 請你把話吞回去 第二個沒有在調查報告裡面的東西 說什麼呢 韓國瑜中午吃水煎包 水煎包這種事也有臉拿來節目上討論 有有有這真的很重要好不好 因為今天韓國瑜又去吃水煎包 我看到這個畫面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哪家水煎包這麼好吃 好吃到韓國瑜可以不要質詢 叫這個陳亭飛下午再質詢 中午一定要吃水煎包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團隊去找了這個水煎包 超級難買 水煎包在這邊 水煎包在這邊 28塊一顆 所以晚一點我們就來品嚐院長級的水煎包 給大家看看有多好吃喔 另外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嘛在這個白沙屯媽祖在落鏡嘛對不對 落鏡的過程中呢 很多政治人物都會去跟 可是我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柯文哲2023年全程跟啊 哇還抬轎啊 有夠虔誠 可今年柯文哲竟然草草只去一個地方 只選擇在起價錢參香 柯文哲為什麼那麼現實 為什麼柯文哲今年不參加白沙屯媽祖 難道他認為媽祖也沒辦法救他的聲量嗎 這些事情喔 我們都會在等一下的節目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一位來賓 還有我們立法委員莊瑞雄 瑞雄委員你好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再來是我們的資深理工男黃宗洋 川普大哥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桃園市議員余北辰 裴辰將軍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政治系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你好 正好 再來是國民黨立委院是原資委員 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趙義翔 義翔你好 早好 大家好 其實要講一件事情 抗韓 因為這禮拜是韓流嘛 抗韓不是要透過外套 是要透過真相 所以待會兒我們拭目以待 對 我們等一下來完整還原 到底上週五發生什麼事喔 可是進入討論之間 我們要先給大家看一段畫面 是什麼呢 國民黨委員不斷地在立院秀下線的畫面 明天我立委吳思耀和國民黨徐曉信 立院攻防爆發肢體衝突 選議黨三百報告 全國的家政 選議都在清楚 推擠之中 徐曉信還一度翻白眼 露出污奈笑容 加上伸出兩根手指頭 在太陽穴旁轉呀轉 被解毒羞辱吳思耀 隔天他再上火線 開槓泡目 可是我不知道民進黨 為什麼這麼愛演戲 所以從頭到尾都用演的 一直大叫說 翔心這樣我會受傷 當陳玉珍委員問我說 現在到底什麼狀況 那我也不想講出來 因為我怕我講會更難聽 所以我就提了一個這樣的手勢 就覺得說隔壁瘋了 就是一個瘋子 不過徐曉信這番解釋 恐怕是提油救火 因為前一天筆出的手勢 已經惹來聲仗團體不滿 如今更直指 當時是在罵瘋子 更讓相關團體任無可忍 一定是一種傷害 瘋子兩次的戒兵 就非常值得可憐的 電視畫面或是相關畫面 是會傳出去的 就非常肯定 很多家長 或是很多家裡有這樣子 需要被尊重一個的孩子 一定是裡面蠻不知之味 短短一天 徐曉信梗塗在網路瘋傳 不過徐曉信在立院爭議 可不止一樁 先前同樣在議場槓上無私搖 在國會殿堂做了鬼臉 甚至在北市議員時期 直播節目上談到性騷事件 還頻頻比中指爆出口 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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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種說法也 他真的很賬 然後我不知道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騎士的手勢 其實不恰當 我認為我們全體的會員 大家應該要自我來約束 也要做好公民教育的大眾示範 公民黨進到立法院 好像集體搭上了失控列車 只要鏡頭一打開就失控 徐曉信問政風格嗆辣 一場衝突也總能看到他在第一線 推及手勢樣樣來 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究竟是加分還是扣分 只能交給人民來打分 川大哥 現在新台派都在問 為什麼到底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戰鬥欄有沒有用 可是你說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今天的民調出來的 國民黨的每項數據都在跌 而民進黨正在往上爬 從2月1號立法院開議以來 沒錯 你還看到所有的戲 都是國民黨 都是民眾黨 都是他們的立法委員 我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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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啦 搶鏡頭 搶畫面 搶聲量 對 可是呢 我當政治記者30年 哎唷 而我菜鳥的時候 總編輯認為我有做評論 主品的潛力在哪裡呢 就是我當時寫了一句話 是 政客通常自己笨 卻以為人民是白痴 哎唷 最後就會被人民給教訓 是 所以我就走這樣的主品路線 他們覺得我有這個潛力嘛 那為什麼呢 你看到最新的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政黨支持度對不對 柯文哲最難過了 是 為什麼 他們講說我有25%嗎 對 告訴你你剩下只剩19.5點 19% 低於兩成對不對 對 加3%還是不到 對 25% 對 他就掉下來了 國民黨呢 天天在戰鬥對不對 又有聲量又有什麼樣 結果 國民黨也掉了 這很危險耶 再掉 國民黨要吃老三便當了 所以他們中場會也有東西可以訂了對不對 對 不能再吃水煙包了 要吃便當 對 然後這裡面呢 民進黨呢一直挨打 那大家講說 確實很多人覺得你民進黨怎麼這麼弱 怎麼節奏都被帶著走 怎麼節奏都被帶著走 民進黨戰鬥力 你們的這個回應太慢了 喜改時的反應才管了 可是老百姓就告訴你說 他們對於國會 對於未來的一個期待 這裡面呢 最高興的就是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掉了3.3 黃珊珊 國民黨掉3.3 民進民眾黨也掉3.3 也掉3.3 所以結論就是3.3 黃國昌要難過 黃國昌又要難過 黃國昌又要難過 民進黨在一路挨打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 反而增加了0.9% 從30.5% 基本的還是做到 可是這邊最核心 最關鍵是什麼 大家突然發現 原來我們的看守內閣 理論上 平安度日就好了 數饅頭數到5290 就好了嘛 可是面對這樣的挑釁 還是該怎麼回應就怎麼回應 然後態度上是用專業 不卑不亢 來處理你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一個看守內閣 其實坦白講 現在就只是例行事務 但是老百姓覺得 這個看守內閣 看守得好 沒有在數饅頭昏日子 滿意度增加8% 怎麼可能 可以衝上去 陳建仁不是被我廖尾翔 定在台上 不是被我扭許廷 逼問到答不出來 對啊 罵你是什麼那個聖騎士對不對 都會挨罵了對不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衝上去 這個滿意度衝上去對不對 對 這代表不卑不亢嘛 對 那雖然其實確實 其實你看增加不少 他原本是40.6% 現在到48.6%是差8% 而且回去看整個狀況裡面 接近他們平常以前最高點 對 對 所以就好像不滿意度 掉下來 是 所以掉了4.6% 可是最重要的是 很多 我們台灣社會就有很多人說 你們在鬧了 政治沒事了 對 你要看這條線 不表態的 哎呦 都鬥沒條啊 為什麼看不下去呢 坦白講啦 政治啊 就是表演事業 對 尤其是影像事業起來之後 1960年代 美國就說政治是表演事業 對 可是演戲要演得好 對 演戲要演得有 生淡靜莫醜 對 你演生 你演淡 大家都給你加油 你演得好嘛 但是 這個呢 是莫還是醜 你先演成這個樣子 那葉原資算是 生淡靜莫醜哪一個 欸 跑龍套的 因為你確確實實 你在可以這個狀況 可是 你呢 任何的表演 你要有目的嘛 是 你要凸顯什麼價值嘛 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要凸顯 或你要凸顯那什麼狀況嘛 對 翻白眼 比這個動作 對 非常羞辱人的嘛 是 然後呢 你比這個動作就算了 馬上這個善笑 哎呦 有沒有直播拍到啊 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就整個讓民進 國民黨呢 大家覺得 鬧夠了吧 是 不要像中俄少年一樣 少年莽撞 亂衝亂打 對 所以像陳玉珍呢 前幾天你還稱讚陳玉珍 沒有什麼出錯對不對 掃出包 掃出包 結果陳玉珍呢 大概是被這些年輕小妹妹 年輕小弟弟有壓力了 也出來演戲 可是結論還是一句話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 這把尺叫做常識 對 國民黨違背了常識 民眾黨了 那就更不用講了 因為呢 柯文哲一直以為自己一五七比人家聰明 對 這個數字就告訴你 老百姓比你聰明 對 非常謝謝創作歌的分析 我們常常講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政治當然是這樣 我在政治上不算很久 但是也不少的時間了 十幾年我們都知道政治是一場戲 可是生誕寂寞 每一個角色都要有人扮演 你不能整個政黨都在扮小丑 所以我要問莊瑞雄委員 這件事情是這樣 因為柯建民總裁說得很好 從來沒有一刻看到國民黨的委員 程度這麼差 而且是整整齊齊的差 柯總裁講完後 很多民進國民黨的人都回擊 罵柯文哲 不是 柯建民總裁說 柯總裁你老了啦 宜老賣老啦 我們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 可是今天民調出來了 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人民受不了了 其實立法院這一屆的立法委員的表現 到底是怎麼樣 以現在來看的話 剛開議啊 你說才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你從整個民調來看的話 其實對國會的 國會議員的表現 大家是 很多民眾是搖頭的 搖頭叹氣 那新的國會議員到了立法院去以後啊 第一個他想要的都是陽明立萬啦 新科立委嘛 要好好的做表現嘛 所以有四年的時間 其實不用急著說這第一個月裡面啊 就把自己給定型啦 好好的去把自己的專業去做一個展現 你可以看得出來從開議到現在 在立法院裡面你很難得去看到什麼叫做專業的一個監督啦 國會議員的樣子到底是什麼 你身為一個國會議員到底要表現給民眾的是什麼嘛 民眾他不是不會講話 民眾到最後跟你講 那邊民調就呈現出來跟你說 嗨 你們講的講的是監督 要監督整個行政院 問題是你自己立法案的表現是荒香手板 像昨天那種場合 我們男性我們也覺得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是說 內小委員你要確定喔 昨天場合是這樣 昨天要去做衛福委員的專案報告 然後呢民進黨提出權宜問題 因為這個衛環裡面的 王玉銘他現在就是招委嘛 可是呢你要召開這個會議 你要當主席碰到這樣的一個案件的時候 你本身有沒有遵守利益迴避的原則 國會議員不管是哪一黨一定會第一個提出來 國民黨為什麼要動員 他們自己也意識到啦 其他政黨一定會挑戰這個啊 只有更好現在是民眾黨跟他比較好啊 沒關係沒看見我就支持你 昨天的場合就是這樣子嘛 不過我昨天是沒在那個現場 因為我是負責紅樓 那施養是負責整個群銜 那一棟大樓是屬於他 紅樓就屬於我 一個幹事長一個書記長我們兩個分工嘛 那昨天這個現場裡面 其實我說實在話 這些畫面其實對徐早晶徐月文 呈現出來他的選民 真的會喜歡這樣子嗎 什麼年輕世代大家都喜歡 被紅樓會摟雪 沒有他會氣死 所以你注意去把他看就是說 你看這個畫面現在在網路上 不知道被纏了多少次啦 所以你說這個是立法院嗎 我們立法院的水準真的是這樣子嗎 但是到最後用這種比較稍微羞辱性的 可是徐曉晶現在也不認錯 他現在還開記者會講 會有這樣的動作是因為 每一個人就掉起來啊 我覺得這個對整個國會的形象真的是不好啦 對 也許他們認為這叫做年輕的一個國會啊 對 我是真的是不覺得 我從在野黨的立委我也當過 哎呦 國民黨時代的第八屆我就在裡面啊 在野黨的市議員也當過 啊是我都當過 我當過那當執政黨的立委 那執政我到創下哥剛才提到的說 當家確實是不要鬧事啦 是 你如果講的沒有道理的話 人家講說你到底要幹什麼啦 對 哦 你要阿爸哦 你沒執政了 然後你還要這麼兇哦 不講道理的哦 沒有人敢這樣子嘛 是 說到了 吳思雅到了現場以後 他強調的就一個說 我提出程序問題 對 這個議題 你到底正好你適不適合 當招委 主持這個會議 就這麼簡單 是 其他的議題你就是招委啊 但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報告裡面 你可不可以坐在那個地方 怪嘛 所以有道理的事情 倒就表決掉 表決掉我們輸啦 輸啦就你贏啦 認啦 施雅也說就認啦 但這個過程裡面 倒不用去講到說什麼 誰說謊 這個一定不會受傷 哦 然後你怎麼那麼弱 你說你明明就是沒有那麼強 你為什麼講話那麼大聲 那一個強一點的來 對 你講話大聲我就幹你 所以在看你們民進黨沒有 所以說 那他是武打派的 我們這個 紋豆的碰到武打的 稍微屈居 屈居 你們也有啊 嘉義的 你朋友要衝出來啊 他在內政啊 他在紅樓啊 他昨天是在群衔這一棟啊 所以 你從群衔用飛的飛到 不不不 從紅樓要飛到那個群衔 也來不及啦 是 所以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當然國民黨的新科委員 都很想要表現 可是其實民調已經告訴大家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是狀況是這樣 昨天是問什麼東西啊 昨天他們是為了這個 所謂的一歲童 凱開的案子對不對 凱開的案子來開這個 未還委員會的專案報告嘛 對不對 所以才打成一團 那凱開之所以會發生悲劇 其實最主要 我等一下問于將軍 最主要就是俄福聯盟 對不對 我們最近不斷提爆 俄福聯盟說 有45億的資產 對不對 手上的現金有27億 對不對 俄福聯盟的董事長呢 叫做林志佳 林志佳現在出來說 沒有啦 沒有啦 目前支出已經大於收入了 林志佳你敢這樣講 我們就敢繼續打臉你的臉 來看 收入是多少 現在最新的111年俄福聯盟的 叫做收支營運表 收入多少 6億3 好這是非常非常清楚 支出多少 5億1 說好的收入跟支出 支出大於收入咧 結果贏於多少 1億1 余將軍這對我來說 還不是最法子 我昨天說他們現金跟約檔現金 是27億對不對 對 我以為是約檔現金 約檔現金要短期票 三個月的 沒有耶 我今天特別在調出來的 他的零用機5萬塊 活存 大家有沒有看過活存 活存是6億 6億的活存 定存是幾億 20億900萬的定存 大家這輩子有沒有看過20億的定存 我幫大家算了 照某銀行定存 10億元以上的標準 利率是1.36 你做一個事情絕對不能夠想 這不是你的錢 這個錢是用來做福利的 這個錢不是用來做生意的 對 你知道嗎 你把它定存 你把它定存 一千多 你支出才5億1000多 那請問這11億4000 公然說謊 這二富聯盟很棒 這二富聯盟解決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要強調 把20億放定存 壓箱保不能動 他一定會去做各項的配置資產投資 或是再去做資本支出 這正常的 好 你俄福聯盟拿 再看一次 本期的定存在這邊 活期存款 活存是6億8 定存是20億8 就是20億8千萬的定存 你那麼多的定存 你光利息就兩千多萬了 結果他聘一個社工 三萬五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社工有愛心 社工是願意付出的 所以給你太多錢 是讓社工沒有辦法伸張他的愛心 這樣像話嗎 人家犧牲 人家奉獻 第一線跟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人家付出愛心 那麼你負責募款 負責主事的這些主管們 是不是應該給這些社工 更好的福利跟待遇 對 我們的前線作戰要有子彈嘛 對 你去拚命 子彈省點用 為什麼 子彈在定存 子彈定存 這樣才可以知習保本 讓後續想要進來加入社工的人 有錢拿 有薪水可以領 這像話嗎 這簡直就是睜眼說瞎話 看著社工浪費社工的愛心 浪費社會捐款人的愛心 這不是糟糕 什麼叫糟糕 社工在做的是公益的置業 對 但是俄福聯盟這些高層是在做企業 翻虛就在這邊而已 對 是是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春藥哥講得好 不愧是這個下飆達人 下飆達人 社工我們以為你在做置業 可是其實你在搞企業 可是問題是我想問范老師 俄福聯盟出了這麼大的包 捅了這麼大的樓子 理論上經營層要全部下台 對不對 就現在下台了一個白立方執行長下台 對不對 扯的事情是什麼 白立方你辭職就辭職 你在搞什麼小手段 來給大家看 請把白立方執行長還給俄盟 現在網路上這是聯合報獨家 俄福聯盟執行長白立方招撤 白立方招撤換 與百名員工連署反對 批董事會提油救護 內容我就不念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他就說白立方是個厲害 有愛惜 真的貢獻很大 貢獻很大 所以拜託請大家位留白立方 可是問題是大家忘了嗎 白立方親口承認 俄福聯盟沒有受傷SOP 可是更扯的事情是 現在有一者獨家 幕後 俄盟為什麼不敢動林志佳 凱凱案火燒王玉民白立方 未曝光的權貴之珠網 范老師你說 你研究過俄福聯盟 研究完後你說白立方 只是這些藍色權貴之珠網的 斷尾求生的一個小尾巴而已 我剛先等一下 你剛說我們剛算過 他利息一年是2720萬 對 我算了一下 如果說平均一個月可以是226萬 如果給員工一個月增加2萬塊的收入的話 可以多少增加 80個啊 890個啊 133個 133個可以月薪 月薪加2萬 對 那就加薪水2萬 所以你看他員工目前是320人 幾乎是一半的人可以月薪加2萬 好 那我們說不要說加薪水 我們說一個月6萬塊來聘一個社工 他們社工只有3萬 對 我說我們 所以你等一下算6萬8乘以2好不好 6萬的話可以聘37個人 對 據了解兒福的社工真的每個人忙得焦頭浪 對 一個人手邊有十幾個案子 對 所以他們薪水又低 然後工作壓力又大 結果呢 你明明一年有2720萬的利息喔 這是平白無故的喔 對 這個利息你就讓這些社工提高福利嘛 減少他們的流動率嘛 增壓他們的工作意願嘛 搞不好就不會發生凱凱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今天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你怎麼對你的社工這麼摳 那麼磕 然後竟然還傳說他們高階主管的薪水 竟然說年薪達到500萬左右 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對 我希望 我希望兒福把你們的高階主管的薪資跟大家公佈一下 空口 空口無憑 無憑 你把內障拿出來大家看一下 對 所以說我今天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兒福變成是一個 就是主管階層跟一般的社工他們的收入差這麼多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奇怪的事情 然後剛剛講過嘛 一年的淨收入是一億耶 這個已經不是我們講的所謂的非營利組織了 對 營利組織還會營利啊 對 很多公司都賺不了這麼多錢嘛 對 可是你的錢來自哪裡 百分 其實是來自於人民的捐款 對 就現在大家不捐了嘛 大家生氣了嘛 我不要講啦 今天只 而且那個白立方昨天 他不是製他們內部的公開信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我媒體處理不利 這是什麼理由啊 說我媒體處理不好 造成大家對我們兒福的誤會 他處理得好就不用走了 對 卡開有沒有離開 跟我白立方沒關係 從我們看到 他完全不提卡開這件事情 對 沒有任何的道歉 沒有任何的責任 甚至我說難聽一點 連眼淚也沒有 你作為一個長期社工的人士 為什麼會這麼的殘忍 而且只在 好像他是很委屈的 我只是因為媒體 我算是非戰之罪 我被 我請辭 我是千萬個不願意 然後裡面還有人在護航他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激烈的權力鬥爭 其實我想問瑞熊 我也用 因為我們大家看兒福聯盟 都我們坦白講 有捐款的都會覺得 你一定是很缺嘛 你很缺 那我也不是很有錢的 我可能每個月 勤個一千塊兩千塊捐給你 就會不會太誇張了嘛 我定存就二十億多 這會不會太離譜 他這個當然就一直在累積了 談到兒童的一個保護的話 這個社會充滿著愛心 大家認為說 有些家庭裡面 小朋友都是很不幸的 可能是受虐的 窮不能窮教育 對 苦不能苦孩子 就講對了 就說這個家庭是比較脆弱的 對 社會善心人士認為說 家庭脆弱 支持 政府 人手不夠 你看這一次 以這次案子來看的話 我在 我憑良心來看在這件事情 曾見仁大仁哥在立法院裡面 我看到那一鞠躬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把事情要給攬上來 對 可是你就把它想想看 中央政府都這麼有誠意 把整個責任要攬上來 我們就必須要去看 整件事情來看的話 你看到這個過程 大家現在看的是 哎呦 這個俄武聯盟 怎麼錢都不變成這麼多了 你過去來看的話 就變成說你的十塊 你有六塊 你就必須要支出 你知道俄武聯盟 其實資金只有多少錢嗎 只有一千萬 可怕 現在四十五億 你看到現在 這些都是一般社會大眾的善心 大家認為 對這一些小朋友 不管他到底有沒有受虐 至少他的家庭裡面 他需要受到更大的一個支持 大家覺得說 給小朋友一個支持 好 大家就這樣一直捐 那出這種事情的時候 但是俄武聯盟他一定會講說 哎 我們腳手不夠啦 我們訓練出來那些 社工 那些保姆 也不是故意的 他當然會有他的一個講法 可是大家在看事後 我都幫他算算 你錢怎麼會不夠 錢他當然夠 對不對 你像譬如說以凱凱來看就好了 凱凱的 凱凱他的姐姐 他凱凱阿嬤在講的 那個姐姐那個 那個保姆不錯 可是要三萬 我繼續請那個好嗎 他因為經濟就不夠了嘛 才向外求援嘛 就是說 可是我經濟能力沒辦法支撐了 所以到最後他才必須要說 我這個不然凱凱就不然來給人家出養 看誰要給人家 所以以看來看的話 凱凱的家庭本來就是真的是 非常脆弱一個家庭 需要社會來做一個支撐 那誰第一個該去伸出援手的 你社福機構啊 各地方政府啊 還有我們這個整個兒福中心啊 你有這麼多錢 社會的一個善款啊 你到現在來看 你去看新北剛開始的時候 在講的都是什麼 在講的都是 嘿 趕快把他轉介去出養 都在處理這一些 這我就覺得很可惜了 都在踢皮球 都是要把他 我講的比較好聽 就是要把他轉到比較好的一個家庭去 結果一轉 轉到台北市去了 哇 都轉到台北市去以後呢 我是覺得這台北市就沒有把這個球接起來 你這個平台在幹什麼 對 新北跟台北你既然 其實新北市他也有會台北市 對 人到台北市來以後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反而到現在 我是覺得台北市啊 有台北市議員在這個地方 就沒有去檢討到啦 所以 俄福該受到監督 台北市政府呢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誇張 沒關係我們持續來監督俄福聯盟 欸 台北市你不監督 我來監督 我們來新台派來好好的招待招待俄福聯盟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來幫大家解密 這個韓國瑜在上週五 到底為什麼急著下班 現在傳出來韓國瑜中午最愛吃的 就是一顆28塊的水煎包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